嗨各位回到我們久違的室內開箱 這一集呢要來跟大家分享 算是一個很久很久沒有做的企劃 那這個企劃呢 就是要來跟大家開箱 目前在市面上主流的一級戰區 也就是碳纖維跑鞋裡面 今天我特別挑了兩雙 要來跟大家稍微評測 然後體驗分享一下我的實著心得 好 那就不埋關著 我們今天就要開箱 HOKA還有亞瑟士目前最新的碳纖維跑鞋 好我們第一雙來跟大家開箱呢 就是HOKA的Carbon X2 那首先我們從外觀稍微看一下 其實這個配色呢 算是我自己在這四五雙鞋試穿下來 我覺得這個顏色的設計是我非常喜歡的一款 那整個設計呢其實是比較年輕化 而且它有蠻多顏色可以選擇 所以你穿出去你的腳呢 就是所有人的目光焦點 因為它真的很漂亮 那整個外觀的設計就是全部是白色 然後中底材質呢是一個 這個應該是Tiffany綠 然後鞋底呢是一個紅色的一個跳色設計 所以是非常年輕的設計 那首先我們來看到這個布面的位置 那這個布面呢 這次它是採用了這個工程的網布設計 所以它整體的包覆效果 我覺得實際在穿起來的感受 是非常非常的穩定的 在跑步當中呢 其實你可以感覺到這個 整個布面的設計 可以把你的腳撈撈的Hold住 所以你不會有太多覺得 側向的這個左右不穩定的感覺 那你在腳往上抬的這個瞬間 鞋子也可以馬上的跟著走 因為有些鞋款的布面設計 如果它是比較稍微鬆垮的話 其實有時候的落地穩定效果 就會有一點點的扣分 所以這雙鞋的布面包覆效果呢 是我自己覺得蠻推薦 也覺得它的穩定效果是非常好的 但稍微跟我穿的其他幾雙 跑鞋不太一樣的地方 是它的這個工程網步設計啊 不像其他跑鞋看起來 直接可以透明的看到襪子 或是透氣效果 像其他跑鞋這麼顯著 所以這算是我覺得 在這個鞋面設計上 小小的缺點 就是它的透氣效果 可能沒有其他跑鞋來的好 但它的穩定效果呢 是毋庸置疑 算是裡面數一數二的 接下來我們看到中底的地方 它整個中底的材質呢 這次是使用Profly的這個材質 那這次的中底設計呢 在竹根的位置 大概是來到了 32厘米 那在前面大概是27厘米 所以整個前後的竹根差 大約是0.5公分左右 那跑起來呢 也會很明顯的 有感覺就是會有這個 前傾的效果 所以我覺得這整個竹根差的設計呢 推進效果是滿明顯的 那我現在穿的這雙8號半的鞋款呢 它的重量是239公克 接下來我們看到大底的部分 其實大底中間可以看到 直接有看到碳纖維板 所以它的碳纖維板 其實是非常接近鞋底的 那這次的這個大底呢 是使用這個EVA的複合式材料 所以在抓地效果來講 我自己在跑過這幾次的路面當中 我覺得整體的表現都算是還不錯的 好 那我們從正面看下來呢 在這個前掌的設計呢 它稍微寬於這個鞋面的設計 所以在踩下去的當下 你會覺得非常紮實 穩定效果呢 也會非常有感 那你可以看到鞋跟的位置 這個是竹根的地方 那中底呢 其實設計是稍微超過鞋跟的 所以在實際跑起來的感受啊 有些跑者可能跑步當中 會有點是後腳跟著地 那在著地的這個瞬間 其實你可以感覺到這個 穩定效果是非常好的 因為一般鞋子呢 可能設計都會在 就是這個竹根直接連下來的這個位置 那在這樣著地的瞬間呢 衝擊可能就會比較直接明顯的 直接貫穿到這個跟腱的位置 它稍微把中底往後延伸 我覺得是實際跑起來非常有感的 在落地的時候 可以很大幅的去降低就是竹根 就跟腱的位置需要去受的這個衝擊效果 雖然它整雙鞋實際看起來好像非常長型 後面竹根還稍微加大 但實際在跑起來 這個穩定扎實的這個緩震效果呢 其實是非常有幫助的喔 那這雙鞋呢 我也穿著它跑了有田徑場 柏路 還有上下坡的各種路線 那實際在穿起來的感受呢 如果要以最簡短的來 呃...講述這雙鞋的特性 我覺得它就是非常穩定 那緩震效果非常好 但是 但是也就是這個但是 它在實際跑起來 如果你的配速啊 可能是超過 呃...六分數七分數的跑者 實際跑起來 你可能會覺得這雙鞋 稍微有一點點的拖泥帶水 因為它在著地的這個瞬間 碳纖維板比較硬的情況下 如果你的跑的速度不夠快 其實這個反彈的幫助 回彈效果是有一點點有限的 我自己在跑一些比較長距的long run 的時候 可能配速會落在 六分數七分數這樣的情況下 你會覺得這雙鞋落地 要再往前推 這個時候啊 它的這個動能就有一點點消失 就是我覺得它稍微有一點點 拖泥帶水 但如果配速可能跑在 像是五分數四分數 像這樣的間歇性刻表的話 其實你可以很明顯的感覺 著地很穩定之外 它還是可以保有一定的這個推進力 所以它的頻錄的表現呢 我會覺得它在 速度比較不夠快的情況下 會稍微有一點點沒什麼太大的 幫忙推進的這個感覺 但如果你的配速可以落在五分數以內 我覺得這雙鞋 除了可以帶給你穩定的效果之外 推進效果也是不折不扣的持續 會把你往前推哦 那這雙鞋在上下坡的這個感受呢 比較有感的是在它下坡的時候 因為跑下坡通常速度比較快 那這雙鞋它可以很明顯的給你一個穩定 就是在每一次落腳的時候 你都可以覺得它很紮實的幫你做緩震的這件事情 那在跑下坡的時候 可以明顯的感覺 衝擊小了很多 而且在實際 跑比較快的下坡速度的感覺 你可以感覺它這個工程網布的設計 這個鞋面呢其實給你包覆性非常好 你不會覺得腳會在裡面左右晃來晃去 所以這雙鞋在跑下坡的時候 我覺得它安定感是非常足夠的 那這雙鞋在上坡的時候呢 就像我剛剛講到的 就是速度在在上坡的時候 可能配速沒有那麼快的情況下 就會覺得這雙鞋稍微有一點點 沒有太大的推進幫助 所以在跑上坡的時候 會稍微比較辛苦一點點 那我自己實際跑起來 在上坡下坡還有天津坦的表現 我會定義它就是它比較適合給一些 配速可能平常跑都在五分數以內的跑者 因為在這種速度情況下 你可以對於這個碳纖維板 有足夠的這個凹下去的程度 那其實它可以給你回彈的這個力量 就是很顯著的可以幫助你推進 但如果你的配速可能是落在六分數七分數 那我就會建議你可以選購 他們可能是沒有碳纖維板這樣的設計 因為碳纖維板可能在速度不夠快的情況下 它反而是一個有點拖泥帶水的一個設計 因為你的碳纖維板比較硬的情況下 如果速度不夠快 凹不開來碳纖維板 其實它反而會讓你的觸地時間變長 這個時候跑步下沉的效果就會非常明顯 OK 那我們介紹完它實際的穿著感受 還有實際的外觀設計之後 我們稍微給這張鞋打個分數 這張鞋在平路的表現 我覺得大概可以拿到七點五分 因為總結下來其實它在跑平路的這個緩震效果 還有這個推進效果 如果你是速度比較快的跑者 我覺得這張鞋還是可以帶給你非常好的推進效果 那在緩震效果堅決的情況下 這張鞋就是一個在跑平路甚至甜三項的賽事 都是一個非常有幫助的一雙鞋款 那在上坡的表現呢 它就稍微差強人意 所以我給它的分數是6.5分 那在下坡的時候 因為它的緩震效果其實非常好 那所以我給到的是8分的分數 那在鞋面的這個包覆效果呢 我可以給到8.5分的肯定 因為我覺得它穿起來的這個包覆效果 其實是非常有幫助的 OK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下一雙鞋 第二雙鞋呢 那我們又來看到最近也是蠻火紅的這雙 亞瑟士所新推出的這個METASPEED系列 但我們手上這雙是METASPEED的SKY系列 那另外一款呢是EDGE 那我選SKY呢 是因為它實際的這個外觀看起來 比較接近現在市售的這些碳限量跑鞋 就是比較厚底的狀態 這雙鞋的中底呢 後跟的位置是33公里 那前腳掌的位置大概是28公里 所以前後竹跟才也大概來到0.5公分 那其實跟上一雙HOKA這個CARBON S2是比較接近的 那另外一雙EDGE呢 是前後竹跟差來到了0.8公分 那它潛艇效果就會比較明顯一點 所以這次呢我們特別選用一樣的標準 也就是這雙SKY來跟大家開箱 分享一下體驗的心得 那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它的外觀設計 它這雙的外觀設計呢 其實也是跳脫以前亞瑟士跑鞋的這種外觀設計 算是第一次出到這麼厚底的跑鞋系列 那首先看到它這個布面的位置 那這個布面的設計呢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它裡面是可以直接透明的看到裡面的 那這次的這個材質呢 是選用環保材質 也就是環保重新回收製成的這個鞋面的布料 那實際在穿著的體驗呢 雖然看起來是透明的狀態 但是它的包覆效果呢 我覺得也是非常不錯 而且它的透氣效果是真的非常有感的有提升 因為在外面跑的時候如果真的滴到水 其實一下就會滲進去 所以它真的是蠻透氣蠻有感覺的 那整雙鞋雖然看起來非常厚重 但是實際這雙鞋的重量竟然只有190公克 一樣的尺寸之下 其實就相對於Carbon X2輕了40公克左右 所以這雙鞋整體一拿起來 看起來笨重 實際拿起來竟然這麼輕巧 那這支中底呢 也是亞瑟士全新推出的這個Flyphone系列 它上面有特別寫到FF Turbo 就是它整個中底是一氣呵成 都是使用一樣的這個材質 看起來雖然有點笨重 但實際拿起來這個輕量程度真的是 會為之一驚覺的 哇 怎麼那麼輕 那鞋底的部分呢 是採用亞瑟士以前在做一些 像是越野鞋或登山鞋款 所用的這樣的橡膠材質 就是Grip橡膠 那鞋底呢 這是他們也主打 就是這個抓地力非常好 那實際跑起來 我覺得中規中矩 就是沒有到非常驚艷 OK 看完外觀之後 我們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實際在穿著這雙Meta Speed Sky系列這雙跑鞋呢 在跑平路 上坡 下坡 還有天競場 實際的這個穿著體驗吧 OK 這雙鞋我實際在第一次看到它 拿起來非常輕 穿起來的腳感也覺得哇 它跟腳有那種 有點像稍微合而一體的感覺 因為踩進去的這個鞋底 你會覺得實際在腳踩下去的感覺 是很舒適很軟 然後很服貼的 實際穿起來非常人鞋合一的這種感覺 但真的跑起來的時候其實有一點點的 跟想像中不太一樣 因為它雖然看起來底非常軟 那這個布面呢 中間也沒有任何的顯接點 就是有在這邊斜舌的地方 有稍微做一個車縫 但實際跑起來 它的穩定效果卻是非常的驚人 就是實際跑起來 沒有看起來的這麼軟Q 就是它有一點點偏硬派 那我在實際跑平路的這個當下 跑起來會覺得它稍微有點硬派 跟上一雙Carbon X2有點像 它這個鞋底呢 可以看到 其實很難把它凹動耶 很難把它掰動 那它的這個碳纖維板的設計 在真的跑步的當下 如果速度比較慢的情況 你會覺得這雙鞋很硬很硬很硬 你就會踩下去蹦 如果你力量不夠大 其實很難把它折彎 那這樣就會跟剛剛上一雙的 這個HOKA Carbon X2一樣 推進效果其實速度不快的情況下 會有一點點的不顯著 那雖然它的穩定效果很好 但我自己實際在跑一些長距離的表現起來 我會覺得因為它稍微有點硬的情況 我自己的感覺 它的足弓會讓你有一點點的更早疲乏 也可能是我自己的肌群比較不夠力的情況下 所以在跑長距離跑完之後都會覺得 我想要把它鞋子想辦法踩壓下去 然後有一個回彈的感覺效果 但實際在跑步的當下 都會因為這樣的情況 讓足底有點過度用力 那跑完都會覺得我的足弓比較明顯 有一點點疲勞的狀態 這是我跑平路的這個感受跟體驗 那在跑上下坡的時候呢 這雙鞋在上坡的表現 我自己覺得是給還蠻高分的肯定 因為我覺得它在跑上坡的時候 是其實很輕巧的 我也不太確定是不是它這個前傾巧度的設計 或是整雙鞋是比較輕的情況下 我在跑上坡的這個感受呢 都會覺得整雙鞋它在跑上坡的表現是很輕盈的 而且推進效果在跑上坡的時候其實蠻有感 那它在下坡的表現 就相對上坡來講稍嫌不足 所以我覺得這雙鞋呢 如果在跑平路、間歇或是上坡的話 我覺得是非常有感 可以幫助你推進成績效果的一雙跑鞋 但如果在跑下坡一些穩定性比較需要的時候 它可能就會有一點點的 因為可能鞋子比較輕的情況下 我覺得會稍微有一點點 相對HOK來講沒有這麼穩定 但是它其實在側向的這個包覆效果還是非常好的 可以看到兩雙鞋其實在慢動作的情況下 踩下去的當下 其實腳都不會有太多的左右掉到外側 或是這種側向包覆不足 導致它這個鞋面包覆效果比較不佳的情況發生 所以這兩雙鞋其實在包覆效果 我覺得都是給予蠻高分的肯定 這一雙亞瑟士這一雙平面跑起來滿分十分 幾分呢 我覺得這雙鞋在跑平路的表現跟上一雙HOKA CarbonX2比起來 算是有一點評分秋色啦 但如果真的要打分數的話 可能會落在7.8分 接近8分左右 那原因是因為我覺得這雙鞋的重量比較輕 它在跑平路的時候比較不會有這種鞋子稍微比較重 就是它其實跟著你的 你穿著它會覺得好像沒有太大的負擔 那我覺得它在平路的表現 長距離下來是 還是覺得比較輕巧一點 所以我給7.8分 那上坡呢 上坡我就給予比較高度的肯定 因為這雙鞋在跑上坡的時候 這個輕巧性其實是滿有感覺 就像可能去騎車會要求輕量化 那我想跑步也是 在跑上坡的時候 如果鞋子越輕 這個負擔效果其實是感覺越小越有幫助的 所以上坡我可以給到大概是8.5分的分數 哇哦 那下坡呢 下坡的話我覺得就還OK啦 只是我自己可能不太適應這樣的下坡的動作 所以我自己給予下坡的分數大概是7分 7分 那你的包覆感呢 我覺得這雙的包覆性應該可以給到7.5分左右 就是它的包覆性雖然相對HOKA稍微比較差一點點 但是我覺得它的透氣效果 其實是比HOKA還要顯著的 HOKA跟亞瑟士是兩雙 那價錢大概多少 我記得沒錯的話 其實定價差異不大 就是大概6-7千塊這個範圍 我自己的推薦啦 如果你真的要選到這兩雙鞋 去做一個比較的話 那HOKA可能相對於 來講會比較適合可能你配速落在 5分半、6分、7分 相對於比較入門的跑者 我會建議你先選HOKA 因為你選亞瑟士這雙的話 我自己覺得 它的硬派程度會比HOKA再更高一些 那它的緩震效果又沒有HOKA好的情況下 如果是新手拋起來可能有點辛苦 所以我自己會覺得 如果是新手要從這兩雙選一雙的話 我可能會建議你選HOKA這雙Carbone X2 那如果你是已經訓練一段時間 然後全馬成績可能也是4個小時內 那你想要挑一雙真的可以在比賽當中做一雙競賽鞋的跑鞋的話 那我可能會推薦你選這雙 METASPEED SKY系列這雙鞋款 它的H系列我是沒有穿過 那單就SKY系列的話 我覺得如果它要拿來做一雙 跑步比賽大概落在5分半左右以內的配數的話 這雙鞋算是一個蠻適合的競賽鞋款 好那以上呢就是我自己在穿著這兩雙鞋子的體驗 還有一些我在這雙鞋的一些設計上的看法 那推薦給大家 但這個體驗都是我個人目前穿起來的感受 當然也不一定直接等於你的感受 那如果大家有穿過這兩雙跑鞋呢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 提供給還沒有入手這兩雙跑鞋的一些跑者 有一些經驗上的參考 OK那我們這集影片就差不多這邊結束囉 接下來呢還有其他三雙碳訊軟跑鞋的開箱系列 大家就不要錯過囉 我是你的家人的主任 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 掰掰 OK